舅妈知道我爱吃麦豆饭 她自己种的麦豆又给我剥了一袋过来 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饱满 不过今天这麦豆呢 我们不焖饭了 我们用它赔上这些食材来做一份清淡的家常小炒分享给大家 我们现在把这块肉给它切一下 我今天挑选的这块是梅头肉 它炒出来比较香 比较嫩 切块后再切一条 最后再把它切成小粒 这个肉粒我给它切小一点 等一下炒起来比较快熟 切好的肉粒放到碗中 给它调味腌制一下 胡椒粉整点 少许的盐 再加一点花生油进去 给它抓均匀 放一边腌制杯 接着我们把胡萝卜和山药的皮先给它削掉 天天大鱼大肉吃多了 我弄点家常小炒 吃起来会更加的开胃 最后把麦豆也给它洗一下 现在的麦豆又甜又嫩 这麦豆我们是用来炒 不是焖饭 有一碗就够了 把胡萝卜和山药给它切一下 先把它破开 同样的要给它切粒 切好的山药粒把它放到清水盆中 胡萝卜我们同样改刀给它切粒 最后来两半蒜 炖着蒜末 锅中烧开水 我们先往里面加点盐 再倒上少许油 我们先把这麦豆给它拿去焯一下水 这麦豆熟的比较慢 焯水是我们要先下的 滚个两分钟后 我再把这胡萝卜和山药同样给它下进去焯一下水 做这道菜除了肉丁外 我们要先把这几种食材给它焯熟 焯好水后我们把它倒在力栏中 把它的水分给控掉 把锅烧热淋点油进去 腌制好的肉丁把它放进去划熟 好 已经炒熟了 把蒜末放进去 炒出香味 炒香后 豆 麦豆 胡萝卜和山药 把它翻炒一下 这个呢 调点盐 炒得差不多了 给它淋上少许的水淀粉 好了 可以关火出锅了 非常简单的一道菜 一份清淡又好吃的麦豆炒肉丁就做好了 鲜甜香嫩 营养丰富 一家老小都爱吃 喜欢吃麦豆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了